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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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我們文教基金會的邀請 我要談的是司法改革這件事 甚至還不是特定的司法問題 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可能還是有價值的 如果我們也藉著這個機會 稍微去想一下 我們每隔幾年 推動非常熱烈的司法改革 我們達到了什麼樣的一個成果 然後我們可能在方法上 或在問題意識上 在什麼地方 有些還可以再思考 這裡拿了一本書 叫《司法改革的再改革》 大概在將近二十年前出版的 那個時候我對於自己參與過 也觀察了我們國內的司法改革這件事情 我就從這樣的一個角度去思考 我們到底這個做法上 這個工作這個改革 有什麼東西可以再去提升的 從民國九十九年底到一百零六年 我在司法院服務了六年 我的工作一部分是跟司法改革無關 我就是司法的一部分 我做法官解釋 但是我的另外一個工作 作為副院長 是輔助院長去推動 執行司法改革 所以過去有一些想法 也確實在這六年裡頭有機會去做 那我的一些心得 一些感想 甚至一些挫折 所以今天我似乎又到了一個時點來談 司法改革的再改革的再改革 那我在報告裡頭要談五個問題 我必須說明我對於蔡總統推動這樣的改革 所以我心裡是非常能夠理解他的心境 他的理想 也非常佩服他的這個改革的意志 所以我中間假如提出來有一些看法 也許是一種對他對這樣的一個 一些建議或者一些檢討的話 沒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第一個是組織程序的問題 就是到底誰來改革 那誰來做決定 誰來執行 這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在任何我們的公共政策上 其實這些大部分都不需要討論 非常清楚 可是在司法改革這個問題上 好像還不那麼清楚 這一次就是107年 從去年開始 那這個推動他們半年時間的 司法改革國事會議就是第一招 由總統跳下來主持 過去從來沒有過 過去總統關注都是有的 特別是在民國88年的全國司法改革會議 是李總統特別特別期許 然後實際上是交代 但是最後還是由司法院來推動 所以這是第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是我們要去做一個改革 我們先要有一個清楚的問題意識 但問題是誰的問題 不同的人可能看到不同的問題 所以從哪一個角度 哪一個視角來設定問題 我認為這個很重要 事實上也是我這本書 關注最重要的對象 我在這個書的第一頁就講 應該從人民的角度來看問題 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蔡總統一直強調 我們在他就職演說裡就講 我們不要再用法律專業的角度來看問題 她很清楚地講 我們要從人民的角度 或非法律人角度來看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第三個 我總覺得 我們在討論歷次的司法改革 不只是這一次 會發現有一個共同的現象 就是那個問題的意識 常常不是很清楚 這個常常最後是他失敗的重要原因 因為他始終沒交代清楚 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改革 那第四個 回歸到最後 我的體會 如果要問我現在司法改革 重中之重 這是現在流行講的 真正最核心的問題是什麼 在我看 還是建立人民的信任 它才是主要的問題 看起來好像我們就是在處理這個問題 實際上你看整個推動的結果 並沒有面對這個問題去討論 這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這個可能的這個 處方在哪裡 大概其實在我看 就是要建立所謂的對司法的系統性的信任 這不是特別特定的人 特定的案子 而是整體的對司法體制的系統性的信任 這是我們最缺乏的 沒有這個在我看來 司法體制的運作就是很困難 那最後一個是在這次的會議中 大家意識到 但是還是沒有面對 就像過去我們沒有面對一樣的一個問題 在世界上大概非常少見 就是當你在講司法改革的時候 它有兩個舞台在做這件事情 一個是司法院 一個是行政院的法務部 這個雙頭馬車的問題其實還蠻大的 但是大家就是不願意面對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這些是我認為今天願意來跟各位交換意見 來談的這個幾個問題 我們先從第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出發點到底 我們大家都關心司法 但誰來承擔改革的大任 是這個司法院長許忠利先生 還是法務部長邱泰山部長 或者是蔡總統 或者是立法院 113位立法委員 他們才是主角 那或者應該交給人民 比如民間司改會 那到底誰來承擔改革的重任 我們的憲法的那個分權體制 用最簡單的圖表 我這樣畫了一下 大概應該是非常接近我們的憲法的精神 我們看那個說 我稱之為雙元五權民主體制 各位看民主當從人民開始 人民可以定期的決定把他的權利交給誰 那他就交給兩個對象 一個是總統一個是立法院 所以這個稱之為雙元民主 在所謂的國會內閣制的國家 它永遠只有國會授權 其他權利都來自於國會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雙元民主 總統立法院 然後我們還有五院 這只有一院 還有四個院 這中間行政院是一邊 司法考試監察 他們中間也有一些本質性的差異 但是整個來講 他們可以放到一個範疇裡頭 司法考試監察都是所謂憲法上的獨立機關 他們的產生方式是由有民意基礎的總統來提名 由有民意基礎的立法院來同意 他們就取得了比較高的民主正當性 然後在一定的時間任期裡頭 去獨立的行使他的職權 超然於政黨 那這三個機關 他們都沒有負責的問題 他們不對總統負責 也不對立法院負責 這是我們憲法蠻有特色的地方 那至少考試監察幾乎是支持一家 那麼司法在很多在所有國家 現在民主國家都有 但是它的組成司法院還是有非常鮮明的一個特色 這三個機關是這樣子來設計它的權利 跟其他機關的關係 行政院是最特別的 行政院是由總統直接任命 不需要立法院的同意 但是行政院又要對立法院負責 這就比較特別了 它跟總統的關係 跟立法院的三角關係 變成我們的憲政體制最核心的一部分 所謂分權裡頭最主動權力最大 影響人民的權益最多的當然是行政權 行政權分別由總統跟行政院去長理 那麼其中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總統又不是對立法院負責 所以有時候我們把它稱作為 雙首長制或者半總統制 基本它的這個模式 這個典範是以二戰以後 法國的第五共和建立的這個模式 為主要借鑒 所以各位大概可以看到這樣一個題字 那在這裡頭你去想我們那個答案 誰來管司法改革這件事情 總統立法院司法院看起來 就顧名思義 司法院是跑不了 行政院底下還有一個法務部 那麼誰來管這件事 好像直接看還不容易有答案 在我們剛過的這個司改的國事會議 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個憲法的問題 有人開始問說總統為什麼可以召開 他適不適合召開這樣的一個國事會議 那總統可以作為司法改革主要推動者 或者是推動但是不去決定 或者決定但是不去執行 司法院和總統的關係如何 民國86年1997年修憲以後 這個雙元五權體制才確立下來 到中間已經經歷了好幾個總統 為什麼這是第一個總統來做 以這樣的方式來推動 也不能說其他總統都不關心司法 或者司法問題從來沒有這麼嚴重過 我們舉幾個例子來看分權的問題 前任的馬英九總統 他有一個手伸到了人權 因為他推動兩個國際人權公約 然後為了讓除了他內國法化以外 要讓他的執行符合這個公約 本身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要落實在國內的法律 因此他有一個人權報告 人權報告到底該把它丟給行政院 或者監察院或哪一個部門來做 當時的馬總統他後來接受了一個看法說 放在總統府裡設一個人權諮詢會議 那他只是去觀察 只是去報告 而不做任何的決定 不做任何的建議 就是人權支持者來符合人權公約 這樣的做法 這是第一個最近的一個例子 另外是歷任總統 從蔣經國總統一直以下 歷任總統都做的 就是和行政院以及一些 比方國安會的首長 一起來做一般的行政決策協調會議 現在的名稱 蔡總統就任以後 稱之為執政決策協調會議 過去歷任總統都有不同明目的會議 他們在那個會議上 通常都會去做非常重大的決策 它不是一個諮詢會議 實質上是做決策的會議 它是最重要的 跟我們國家攸關的一個會議 憲法上一個字都沒有 如果可以給它找一個基礎 我們後面會提到 就是大法官第520號解釋 對於合適的那個停止執行的爭議 可以看到憲法的正當性 那蔡總統的新的決策的模式 創新的就是針對年金改革和司法改革 用所謂的國事會議 找這個相關的部門的人 加上社會各界的人 依照這個年金或司法的情況 它的組織略有不同 但基本上是把各界人士都找進來 一起開一個諮詢性的會議 有人就開始質疑說 它的合憲性 因為憲法對於年金 中間涉及到公務員年金部分 涉及到文官的退休 它的保障寫在憲法的本文 考試院就文官的保障這些事務 它所獎領事務它有獨立的提案權 另外針灸條文又特別在第六條規定 對於退休的事項 它的制度以及執行的部分 都是由考試院來獎領 針灸條文第五條規定司法院 有一個司法年度的概算的提出權 不受行政院的影響 行政院不能夠刪減任何一毛錢 只能夠提出它的意見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權力 司法院在憲法文本裡頭沒有提案權 沒有類似考試院87條的提案權 但是大法官在175號解釋 沿用了第三號解釋給了監察院這樣一個權力 最後又給了司法院這樣一個權力 在民國69年、1980年改制以後 71年左右就通過了175號解釋 所以三個院都有了同樣的工具 就是法律案提案權 法律案提案權就是政策決定權 司法院還多了一個預算的 不受三減 這個獨立提出的權力 所以司法院有一個最完整的 制度性的保障 那個相較於其他院 那這裡會讓剛剛那個問題變得非常正當 就是說 為什麼憲法大法官解釋 花這麼大的力氣 來讓司法院承擔這個角色 有這個功能 那麼總統還可以開這樣的會 讓司法院在這個會議組織程序裡頭 它的原來憲法給它的角色功能 會不會受到影響 那也許第一個我們的反應是 這沒什麼大不了 多多益善 好的意見你聽 你不接受就不要聽 這個會有什麼大不了 這個是第一個想法 但是相對的可能有一個想法 就是這個是我們憲法 有意的設計 它刻意的針對 特別是考試跟司法 它涉及到的是一個長城利益 公共利益 就是我們的文官制度的一個健全 它的一個保障 以及司法體制的一個健全 因此讓一個特色的機關 它來承擔起這樣的一個制度的 維護、改善、推動這樣的一個工作 這是一個憲法有意的設計 我把它稱之為 這個由司法院來提案 提議由立法院來決議 這樣的一個決策模式 這個很像我們英文的諺語說 這個人可以提議上帝來決定 意思就是說一個進人事 一個進天命 我們在司法或者考試或者監察 相關制度它都不是涉及一些短期的利益的交換 價值的平衡 而是一個長期的穩定的制度 所以憲法是不是有意的 讓這些機關他們掌握一個主導的權利 就它來決定要做什麼 但是呢 終究是個民主政治 最終要由反應民意代表人民的立法院來告訴你 我同不同意你做這個 所以一個有提議權 另外有一個否決同意權 這是憲法的設計 如果我們實務的操作 讓一個不是獨立的機關 一個政黨政治籠罩的一個政治部門 它可以去某種程度去影響這些獨立機關的政策的規劃 那是不是多少 如果不是破壞至少扭曲了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總統來關切這個司法改革 帶頭來尋找共識 絕對不是壞事 它也可能有利於輿論的聚焦 但是它相對的一個付出的成本 就是把原來設計最大的好處 讓這些沒有黨籍獨立於政黨政治之外 代表一定的專業能力 代表一定的那個各方的那個最能夠維護 這些公共利益的人 他們來理性的提出可能的決策 然後才由交給民意機關 從各個政黨他們的這個價值利害 來去做一些平衡 做一些選擇 那因此這樣的一個新的模式 是一種好的調整 或者其實是一種扭曲 甚至會造成程序的浪費 某種程度我們在年金改革看到了 也就是一些案子其實是來回來回 到了後來 到了這個考試院又提了一些東西 又出來 就是說它是不是原來憲法所期待的一種決策模式 所以這裡我們看到了第一個問題 那國事會議不是沒有先例 各位會想 國事會議在民國79年 1990年中華民國開過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李登輝總統把它稱之為國事會議 我想他是很考究這個文字的 就是國家 涉及到國家在一個十字路口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時候來開這樣一個凝聚共識的會議 即使是這樣當時也有人去談他的憲法和憲性在哪裡 我們有國會 當時還有國民大會 立法院 監察院 都是具有廣義的國會的功能 我們也有輿論 你假如一定要凝聚 你就去通過輿論的平台 但是大家普遍傾向於接受的原因是 好像中華民國到了那個時候已經沒有第二條路 因為國會已經三十八年沒有改選 那麼這一些八九十歲的中央民意代表 也不一定眷戀 但是他們覺得這是他的責任 而且他有大法官三十一號解釋做基礎 臨時條款做基礎 他們沒辦法下台 但是他們最後只有讓生理自然死亡來結束這個問題 但中華民國在當時的各方面來看已經不能再拖下去 在民國七十九年就已經有學運很多事情 這個基本上已經是所有人的共識 你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 某種程度也是幫這個老代表解決問題 那因此當時的一個講法就是 我們必須要修憲來調整 但是修憲這把鑰匙是交給那些被改革的人手上 我們都想改 但是要是在他們手上 我們怎麼來給他們一定程度的壓力告訴你 我們要改革 就是在國事會議之前一個禮拜 大法官做了261號解釋 通過這個解釋 再加上政治上國事會議的非常清楚的決議 最後很順利的第一屆的國民大會代表 就把票投下去把自己送入歷史 所以就才有第二階段的新選出來國民大會 因為他們自己修憲 把這個第二屆的選舉基礎給建立起來 這個結果來講應該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那個是國事會議 國事會議不能說 我們就大家一起來 我們來討論一件事情 就把它叫國事會議 那你可能要達到那個層次 也許你會說已經非他不可了 也就是說他是被改革者 可是鑰匙在他的手上 那今天司法改革是不是已經達到這個程度 也就是說憲法上有權機關 他是要被改革的機關 好像還不到這個程度 所以實際上講得誇張一點 憲法設計的有權機關司法院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頭 他變成不是憲法賦予他的那個角色 也就是推動決定跟執行者 這個決定當然他只能決定一半 另外最後大部分 涉及到比較重大改革 一定要有法案要有預算 法案預算的最後決定權都在立法院 所以他不是做全部決定 但是他要做初步的決定 那這個是這些權力在這個過程 有沒有被扭曲呢 我自己很仔細地觀察 我也帶了一些文件 就是包含了國師會議的開始的文件 到後來總結會議文件 到前幾天總統府發布的成果報告 這些文件其實就是一個重要的憲政的過程 我們要做出憲法評價 可能就要根據這些文件 在這些文件裡頭 你可以看到有些東西是很含混的 比方總統擔任的角色 他是召集人 他並不參與這些討論 一直到最後的總結會議 他做主席 那副召集人是誰呢 副召集人兩個 一個是司法院院長 一個是一位中研院的研究員 這個籌備委員把這個案件弄出來 然後由五個分組去討論 在這個討論的過程裡頭 司法院法務部 這個憲法上的決策機關 他們就配合這些討論 去做了一些提案和研究報告 在最近的這個成果報告裡頭 他對於這個會議的定位是 任務型的諮詢會議 壓的是很低的 但在這個會議過程中間 輿論其實吵了很多 說到底他也沒有決定性 很多委員的期待是不一樣的 他認為如果他只是一個諮詢會議 需要他們花那麼多力氣來投入嗎 他認為這個會議的結果 應該對司法院是有拘束力的 甚至要監督他來 照著這個會議決議去執行 所以在不太有共識的情況之下 現在成果報告最後講清楚 它只是一個任務型的諮詢會議 但他強調他要協助政府 來擬定司法改革的大政方針 他用政府來涵蓋大概司法院法務部 至少這兩個機關可能還涉及到其他的機關 這政府是一個廣義的概念 那在結語在強調執行層面的落實 所以成果報告實際上已經隱隱然 把這些決議當成了政策 然後最後要去監督 期待這個主管機關去做成決策 然後去完成即時地完成執行 那這個所謂的諮詢 跟他所給予實質上的政治的壓力 兩個是不成比例的 那已經談到執行層面的落實 司法院法務部還有多少空間 可是就憲法上的觀點來看 它的責任有沒有移轉 它不可能移轉 對於所有司法改革 因改而未改 改了就沒有改成 失敗了 所有這些責任誰來負呢 依照憲法還是只有這些主管機關 所以就形成了質疑者所說的 權責不對應 有權者無責 有責者無權 最後他負責的是他 可是決定的是別人 然後你來執行 這個形式上看起來好像有空間 可是那空間實際上已經沒有了 這就是質疑者所謂的霸凌的問題 行政院所屬的法務部問題可能不是那麼大 但是司法院從我們剛剛的圖表來看 就相當大 因為如剛剛成果報告裡頭講的 協助政府來沿理政策 那政府有沒有涵蓋行政院 有沒有涵蓋司法院 政府不是一個常見的法律概念 我們憲法沒有這個用語 早年非常多 在一些非常時期的法律 比方國家總動員法 它的主要的那個規範對象就是政府 所以後來有案子 在行政法院他要解釋政府是誰 他說政府就是行政院 這個在法國的憲法跟我們這個二元這個制度很接近 他在憲法裡就把這個政府就稱之為政府 他是總統是民選 另外有一個非民選就是政府 就是由總理主持的那個叫做政府 我們這裡這個在成果報告創造了這樣一個概念 大概應該指的就是行政院 其他的獨立機關不包含在裡頭 那行政院它這個是一個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憲法明確的規定的 這個可不可以由總統來指導呢 行政院如果總統可以指導他 他還是憲法53條講的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嗎 這個問題也發生過 合適預算停止執行 這個陳總統在決策會裡頭交代這個行政院停止執行 當時就大法官做了這樣的一個解釋 開了一個延遲編論題 大家做了非常充分的討論 在這個解釋裡頭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句話 就在這裡寫的 就是總統候選人在競選的時候提出政見 獲得選民的支持 那他當然可以推行他的承諾 從而總統經由他直接任命的行政院長 變更先前存在這個 而他與總統的這個施政方針不合的叫他改 通過他所任命的行政院長來改 無乃政黨政治之常態 大法官認為他是符合憲法精神的 而他的立論基礎就是民主政治 在這種雙元的民主政治裡頭 你只有這樣子運作 否則政出多門 他既然是同黨 他是這樣做 如果不是同一個政黨的 就沒有所謂政黨政治的問題 他沒辦法通過政黨政治的管道去要求他 可是如果他是這樣做 即使是少數政府 這個在大法官的解釋是符合憲法精神 他是有憲法的正當性的 所以我們不能這麼呆板僵硬地說 憲法沒有講的你一步路都踏不出去 總統可以非常合理地在行政權的範疇裡頭 他可以跟行政院長一起來商量國家的大事情 一起來推動 但請注意 所以520號解釋所能夠給的正當性最大的範圍 也就到這裡 政黨政治的範圍裡頭 所以對於總統他或許就兼黨主席 或者沒有兼黨主席 不管怎麼樣 在我們的憲法已經實質上很清楚的是走 政黨政治為基礎的一個民主政治 高度政黨政治 各位可以看還有所謂全國不分區代表政黨名單 非常高度的政黨政治 所以這個解釋這句話我認為非常重要 影響到我們憲政的穩定 可是今天我們談的司法改革 由總統深進司法院或者是考試院 他的組長的政策權裡頭 會不會把520號解釋畫的這條線超越了 踢破了那個門 所謂的協助政府 這個政府可不可以涵蓋司法院 實際上在很多人的腦海裡 現在還是有這個觀念 一個大的政府 小的政府就是行政院 大的政府 五院都是政府 過去也有政府的領導人 表達過這樣的一個觀念 可是我們只能講從憲法上 我們一步一步地去分析 從大法官解釋 恐怕不能把這一步跨得這麼大 那因此這裡恐怕也不涉及到 這個司法院長 他自己的這個 是否同意這樣做 在涉及到機關之間的分權的時候 他固然有很大的彈性 但不是完全 一個人主觀的意願 而是依照機關的憲法忠誠 去決定他的這個權利的範圍 他的合法的範圍 所以這裡我特別提到 這個成果報告有一句話 在我認為是蠻值得注意的 就是在結語的第二段 他裡頭提到 任何改革都涉及制度的調整 與人事的變革 身為主要權責機關的司法院與法務部 既是推動改革主力 也是改革的主要對象 在這兩個角色之間 機關難免會有猶疑不定 不知道如何自處的狀況 這句話是我讀過政府文件裡頭 向來很少看到 這麼樣直接講 機關本身是被改革的對象 那我為什麼提這個 有點聳人聽聞毛澤東的大字報 我想到我這個年齡的人 說不定從前還看報紙 多少知道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 在1966年那個高峰時代 毛澤東貼了第一張大字報 他自己去貼的 把他的隔壁的另外兩個領導人 劉少奇跟鄧小平 把他說成是一個資產階級的總司 司令部 所以要紅衛兵去砲打司令部 他們是要被改革的對象 這個在一個國家的治理上 你可以看到一個非民族體制的困窘 因為其實每一個政府體制裡頭 政府都有改革的任務 那他要改革的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的這個權力 他的運作方式或者組織 他就要負責去改掉它 把它改善 所以改革者就是被改革者 這是普遍的一個任務 那但是在民主國家最簡單 你改不了你就下台 然後下一個人上來 站在你的位置 他去改變 他其實也改變了過去的運作模式 但是在一個沒有做到民主的非民主的體制裡頭 他就到後來沒有辦法 好他只好去邀惑群眾來砲打司令部 但是在一個民主體制裡頭 這樣的一個說法是有問題的 今天我們的司法院和法務部都是採首長制 他們可以決定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聽助長都可以由司法院長直接任命 其他的法官的人士應該涉及到審判獨立 要人士審議委員會的同意 或者臨選委員會的同意 聽助長是院長幕僚 全部都可以每一個都可以換過 你要改革 你要把改革的事項 你要把腦筋不夠改革的人都換掉 他們都有權利 所以今天如果他們還是一個被改革者 還需要由這樣的一個會議去改革他 他的正當性在哪裡 這是我要從憲法角度來問的 如果我們從實質的公共政策角度來說 這樣的一個規劃 有人關心你提供很多好的意見 有什麼不好 就是讓超然於政黨政治一些專家 或者一些有社會聲望的人 去佔有那些位置 然後讓他們去做決策 多一層考慮你聽聽就好 有什麼不好 問題剛好就出在這裡 剛剛講的權責對立的問題 那也有人也許會考慮到說 這個總統就如520號解釋講的 他在競選的時候 聽到了這麼多有關司法的意見 選民都忍受不了 所以總統背負了這麼大的民意 他要怎麼去回應這個民意 這是520號的精神 只是520號只能處理到行政 可是就實質來講 蔡總統在選舉過程中間 她有她的白皮書 也提到司法的看法 各界的回應非常熱烈 最後她總要有個交代 憲法沒有給她出口 那我必須講 憲法有一個重要的設計 就是在徵修條文第5條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的任期保障8年 只有院長、副院長 他們是由大法官併任 併任院長、副院長的大法官 他們固然要超然於政黨 不對總統、不對國會負責 他8年要做滿、做好 可是憲法特別講 他任期不受保障 在我的解讀 就是總統如果覺得 現在的院長的政治理念 實在跟他不一樣的話 他是可以提名新的院長去改變 這時候他不能拿他的任期來對抗 所以他並不需要總統改選 他就要辭職 他跟那個行政院不一樣 他不是他任命的人 他是他提名立法院同意 所以司法院長也好、大法官也好 都不對總統負責 也不對立法院負責 但是這個條文讓他有機會 讓總統可以把他背負的名義去實現 所以如果總統認為司法院長做得很好 沒有問題 或總統本身不覺得他對司法要去做任何的影響 那就沒有這個問題 當然如現在這個案例 所以蔡總統背負了很大的名義 要去改變這個司法的政策 也就是在這個考量之下 在2016年 我和後來賴浩民院長 先後主動的辭職 因為憲法並沒有要求我們負責去辭職 我們也不對誰負責 可是如果你看到了 我們有一個總統他有這麼強的意願 要去對司法做一些不同的改變 你把這個位置讓出來 讓總統可以去找到適當的人來做 那麼總統就不需要直接去管 這就是這個問題的最好的答案 我把我的分析寫在去年 我現在記不得是5月幾號 寄給蔡總統的信上 說因為總統沒有這樣的權利 司法院主管這樣的一個事情 但是總統可能有很多想法想要做 因此最好是把這個位置騰出來 讓總統可以找人 所以蔡總統也很順利的 她就重新提名了兩位院長、副院長 但是並沒有照我講的那個分析 總統還是去直接去下指導器 這一點就造成了權責不對立的 不對應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如果我剛剛講 它到底有什麼缺點 不需要渲染誇大它的缺點 不過我們仔細看這個過程 從結果來看 我們確實看到一些缺點 就是政黨的考量太多 政黨的利益的考量是無可避免的 在總統參與甚至指導去規劃的時候 它破壞了原來憲法這樣的一個設計 從一開始是可以把政黨因素排除 然後後面才讓政黨因素進來 因此民眾可以去對比 說我們的考試院 司法院提的文官改革的計劃 或司法改革的計劃 我們看看假黨說了什麼 以黨說了什麼 兵黨說了什麼 而不是從一開始民眾就說 這是假黨提出來的改革計劃 因為總統是假黨的領導人 那這整個的憲法的決策模式被顛覆掉了 這個是特別在今天我們看到會比較遺憾的地方 第二個問題我認為也是蠻關鍵的 就是你從哪個角度來看 任何的公共政策 其實在多元社會都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這條馬路要不要修 怎麼修 什麼時候修 修成什麼樣子 你去問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 比民主政治答案都一樣 開放 參與 協商 最後多數決 都是一樣 但是在司法改革 司法這件事情上 我們會有多一層的想法 就涉及到專業的問題 它涉及到一個知識和信息的不對等 也就是說它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論經論量 但是司法就像醫療一樣 這種專業 你如果聽任所有的人民有一樣的權利 去做這些意見表達或什麼 其實他們是沒有辦法真正的掌握問題 他做出來的決策會離開理想差距很遠 所以在這一類的問題上 我們說從哪個角度來看問題 恐怕不能那麼 跟一般民主政治在公共決策上的處理方式一樣 你不能不多聽一些他們掌握了比較多知識跟訊息的人的意見 說我們在這個法院的設計上要不要設商業法院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要不要設人民參與審判 這些問題上你可能要能夠做好的分析好的比較 以及哪個對你最好 那你可能要先知道一些專業的觀點 但是這樣的一個立場又立刻會出現一個問題 你會不會不自覺地就偏聽 就讓專業分到更大的並 因為在所有這些決策裡頭 最終法官、檢察官、律師他們的利益在裡頭都非常大 會不會最後都是他們保護著他們的利益 因此在這裡頭怎麼去取捨 不容易 如果你就用一般的模式 這個很可能是被講成民粹主義 是禮謀 就是你摸黑在做抉擇 但是如果你就完全聽專業的民粹 也就他的精神就不見了 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 不能小看 那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借用了經濟學的一個思考 所謂的 supply and demand 供給面的思考 需求面的思考 也許不完全相當 不過在經濟學上它就是兩種想法 有的時候會一陣思潮覺得 我們當然應該從需求面去思考 需求會帶動供給 但是有的時候經濟學上會有人主張 我們要從供給面去思考 供給它可以合理的去影響需求 因此兩個會互動的 那我自己注意到司法改革的問題 怎麼去界定問題 去define 去找到問題 那是在1970年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 這裡舉的兩篇文章 一個是在1965年 他就講第一次比較清楚的 提到了access的問題 就是司法的制度要如何 讓需要正義、需要法律保護的人 最方便它的障礙在哪裡 所以他提出了一個研究模式 去找它的障礙 比方律師人太少了 或律師都 辦公室都放在法院的旁邊 離法院遠的人找不到律師 或者法院弄得太複雜 大家不知道到哪去找法院 從使用者的、需求者的角度 去找司法的問題 另外一篇Mark Gallander 他就講說 為什麼打起官司來 永遠是那些有錢或有權的人 他的勝數率非常非常的高 這篇文章影響很大 到現在還有人把 沿著這個思路 設計新的方法去討論 然後去分析為什麼 那這裡表示我們的司法制度 偏向有錢有權的人 是好還是不好 那原因在哪裡 我們怎麼去把中間的不公平 在司法制度裡去改掉 這個就是我們典型的 對我來講刺激很大 我看到的國內的司法改革 都從供給面去思考 都在說法官應該怎麼樣 不要跟律師來往 他一些行為的倫理規範 或者是法官的管考 他的每年要去追蹤他的案件辦案的 有沒有遲延 維持率 折服率 什麼 都是從供給面 為什麼在台灣 我們是從供給面去看問題 而在英美和歐洲 他們完全就不看那個 從需求面去看問題 我後來得到一個體會跟答案 就是 這是必經的過程 也就是在這些法治成熟的國家 他建立了這樣一個法治的模式 也不是一天就做到 他可能是幾十年幾百年做到 所以他們在摸索 其實時間花的很長 那後發的國家開始在學 日本明治維新 土耳其凱莫爾維新 大家都在後頭跟 然後開始去學這些 他們時間比較短 對於這些後發的國家 他們要學法治 他們如果一開始就問民眾要什麼 法院的使用者要什麼 他可能制度設計不出來 設計不好 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ABC的東西 他必須做 也就是所謂攻擊面的思考 一個法治最基本的一些東西要有 那個就是攻擊面的思考 所以我回頭看 在台灣我們過去做的司法改革這方向沒有錯 你先不要問民眾的感受 民眾的問題 而先問我們最基本的那個那個那個 司法的體制能不能建立起來 能不能站穩 你就會發現它就已經非常困難 你要濃縮那個時間 你先以台灣來講 1945年開始 接受日本的這些留下來的法治 大陸國民政府帶來的法治 然後往前走建立司法 法院從幾家開到十幾家 現在二三十家 他就是這樣子過來的 所以他的這些問題恐怕是要一步一步 先從他的這個自身的腳步站穩開始談 所以我開始回頭去看 我們司法體制的建立它的階段 那其實有時候他大聲地說要改革 有時候他不講改革 但是改革從來沒間斷過 所以我把它分五個階段 比方在司法行政部階段 一共歷經九個部長長達三十年 他們都在改革 1950到1980 他們改革的方向很清楚 就是供給面的思考 專業化的改革 怎麼樣讓法官不要寫錯裁判 讓他們能夠精確地掌握一些 讓他的裁判要寫對 而且見解要一致 法院盡可能地能夠做到 讓人民少受一點苦 這是第一步 但這個步還不夠 後來很多問題跟著來 社會越來越複雜 接下來我把司法院時期的前兩任院長 他們的改革的重心 是把法官的身份從公務員裡頭拉出來 把它特殊化 在組織上在他身份的各方面保障上去特殊化 他們還是公務員的一種 但是盡量適用不同的法律 不同的對待 特別他們在待遇上幾乎翻了兩番 再到施啟陽院長時代 他的整個重點就放在獨立的改革 這些都不是全部的 但是大家一步一步的重心的轉移 那這三個階段一直到施啟陽院長民國87年離職 這已經是差不多半個世紀過去 我們都在做公給面的改革 我們才算差不多及格建立了一個比較現代化的一個司法體制 也就是他既有一定的能力 一定的專業能力 然後他也在身份保障上跟公務員不一樣 然後能夠完全的從內到外的獨立 從內心到外獨立 這可能在座如果不是學法律的人 不一定能夠理解或是體會到 但實際上從我自己的經驗可以告訴各位 在台灣今天如果還有人懷疑我們的法官審判不獨立 那真的是大可不疲 有哪個院長 庭長還敢跟他的法官說 這案子判得不好 你給我好好判 因為這裡有誰誰誰不可能的事情 那如果有當然這個會是絕對絕對的例外 那真的是在今天各種制度的保障 他不需要 他也沒有辦法再做這些事情 供給面的改革已經完成了 開始轉移到需求面的改革 也是從翁岳生院長 賴映造院長一直到賴映銘院長 現在是許忠麗院長 大概持續下去 方向已經不會再會是以這個司法的攻擊面為主要的思考 而是轉向了需求面 我們也可以從這個社會的實際社會發展 這些數字 各位大家可以比較能理解 台灣的發展其實很快的 是一個 我們真的是非常濃縮的 把一個農業社會發展到一個工業到後工業社會 司法其實完全反映了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些司法改革 你回頭來看 你比較能理解 他這些路都沒有冤枉路 就是這樣子走過來的 我們講審判是百分之百獨立 大家覺得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但實際上審判獨立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在多數國家 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他跳不過這一關 因為審判最後他的誘惑太大 他的影響太大 他就是最後 法律最後做決定 就決定了爭議的一方 爭議的雙方 所以台灣是怎麼做到的 我這裡稍微整理了一下 大概我的計算整整十八年 從制度面 一直到最後 我們預算獨立加進來 全世界應該沒有五個國家 超過五個國家做到這樣制度的保障 其他的 像司法院長 他的所有人事決定 經過人事審議委員會 或者法官臨選委員會 這些現在都在法官法變成了制度 這個過程是不容易的 一步一步來的 從林洋港院長開始 他們推動人事審議委員會 到今天 人事審議委員會 院長能夠指定的人不到一半 那法官臨選委員會 他指定的人更少 只有幾分之一 整個制度 它的行程 不是說做就做 你願意做就做得到 必須法官有這個意識 這個獨立是要有條件的 要培養出來的 那個心境要覺得 我不願意接受干預 那個才稱叫獨立 今天很多所謂的恐龍法官 恐龍法官 也許是獨立的一個副作用 可是也許你真正了解 它是依據法律獨立來做決定的時候 你也許會覺得恐龍法官這個說法是太過了 也許錯的是法律 而不是法官 這裡我不是在幫法官做所有這些辯論 我只是告訴各位 這個過程是非常艱辛的 有很多法官 檢察官 律師在那裡衝撞 然後也受到一些這些委屈 那後來到整個法官群體 然後到司法院代表法官來跟社會來宣誓 來跟政治部門對抗 這整個過程是不容易的 是一步一步走到的 這個都是供給面的改革 需求面的改革 是真的到了差不多這個新世紀開始 大家很自然地開始去思考 如果我們這些東西都有了 大概都有了 它當然可以一直在改善 但是我們是不是應該回到正常的 應該去思考 我們要改革有這麼多項目 真正應該誰來決定呢? 應該讓人民來決定 所以在我的解讀 1999年民國88年 汪月森院長主持的這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 它有一個本質性的改變跟過去 就在它推動改革的推手 不再是早期的行政官僚 或者後來的法官檢察官 更多的是在民間的律師 這個88年的改革 其實律師跟學者 還有民間思改團體是主要的推手 所以很自然地看起來議題差不多 可是它的改革方向會有一些微妙的差異 但是是不是真的都那麼理想呢? 這個改革是不是這麼成功呢? 我想還有時間可以讓歷史來做一個評價 我個人的看法它沒有完全成功 大部分還是失敗的 他做了32項決議 這個看起來就是把這個以往灑得太大 大部分的問題在三天裡頭決定是不成熟的 所以包括我自己作為那個思改會的成員 我也很多票投下去贊成 後來我自己到了司法院 我非常清楚知道那個案子是不通的 完全不成熟 在很匆忙的情況之下 再大的熱情定出來這麼多計劃 大部分都沒有想清楚 然後張力最大的兩個案子 就是司法院審判機關化 還有刑事訴訟法的改革 其實都不涉及到需求面的改革 基本上也就是說參與改革者 雖然領導改革者已經意識到 他必須把改革的方向做一些調整 實際面 供給面的思考還是留在大部分的人身上 法官檢察官最後還是提出來一些老問題 像我講的這兩個大問題 這兩個大問題的改革 前者後來整個卡住了沒有任何進展 後者走到一半走不下去 現在我們行事訴訟法是進退為骨 稱之為改良式的當事人主義 它實際上是處於一個並不是很理想的狀態 對人民而言這些議題大部分跟它是不相關的 所以儘管有學者、律師、民間視改團體 但是最後實際在運作的時候 它並沒有真正的大幅度的反映到 像我們在西方看到的一些需求面的改革 所以我在這個會議之前出版的這本書 《司法改革再改革》的重點就在說 我們應該可以跳出供給面的改革思考 去多考慮一下人民的感受 人民對於司法的這樣的陌生 那我的這些思考是來自於我自己做的實證調查 我在民國74年、84年分別做了全國性的家庭訪問 大概一千多個樣本 去瞭解我國民眾對於法院、法官的認識 以及他們的評價 我第一次那麼清楚地知道 我們的民眾跟司法有多遙遠 他們多不了解 我們做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法官、檢察官、律師、公證人、代書、大法官 在這邊審判、起訴或什麼這些功能 請你連連看 很少人全部答對的 也就是說基本上他不知道法官、檢察官有什麼太多的區別 律師知道多一點 大法官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以為是尊稱 法官就是大法官 大法官做了這麼多解釋 沒有太多人知道他在做什麼 真的你去做訪問 你才知道民眾對於司法有多遙遠 然後他對司法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我從二十年前就主張 我們的司法改革慢慢要改變方向 我們不要再去從法官、檢察官、律師、學者的角度去找問題 我們要試著從人民的角度去找問題 那這個看法是在比較早的時候 到最近整個社會的改變更讓這樣的看法變成非常不可 也就是說在今天我們這個網路社會 自媒體風行 每一個人都可以表示意見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報紙 都是一個電台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一個新的現象 就是鄉民主宰的話語權 恐龍法官就是在這個條件之下出來的 藍營造院長希望法官們多想一想 時代改變了 那為什麼社會對我們這麼不了解 我們還能不能這麼輕易地做一些措施 或是一些不當的判決 那個社會的現在的氛圍跟他們的影響力已經不是我們在20年前所能想像的 在2010年爆發的這個白玫瑰運動 它其實是比起在西方在北非的這些阿拉伯之村還要更早的一個網運 台灣是最早的 那這個網運的主題是司法 這是相當特別的一件事情 後來的洪仲邱案也拒絕25萬人 然後很快地 快速地把整個軍事審判體系給廢掉了 各位看這25萬人裡頭有多少是直接的司法使用者 所謂人民的角度看問題 人民是指什麼 第一個層次是到過法院的司法使用者 在我們一般的母體結構裡頭不會超過30% 應該就是20%多一點 在我做了兩次的調查 民國七十年八十年調查 都大概人民有進過法院 不管是原告被告證人 都大概在20%以下 今天多一點不會超過30% 所以人民的角度是非常有意思的 大部分的人民 他現在能夠對司法表示意見 影響國家的制度 甚至在幾天內 把一個這麼重要的體制把它廢除掉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法院在幹什麼 他不知道法院的功能 法官的功能 他也沒去過法院 大部分 我們今天司法改革 要從人民的角度來看問題是必然的 可是這人民是什麼 什麼角度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很高興看到 蔡總統在就職演說說 我們以後的司法改革 要全民來參與 不要再只聽專業的觀點 我非常支持這樣一個看法 問題是接下來做的 國師會議這樣的一個做法 他找了比較多數的非法律人 和法律人一起開會 認為這個就是所謂的人民的角度 我非常不以為然 你不是法律人 你不知道法律 你會有一些感覺 可是你能代表多少問題 多少人民 我想不是你指定幾個人 他就能代表人民 這個國師會議的這種組成方式 是一種誤導 就是說表面上看 是從人民角度看問題 實際上最後你可以再去做一些調查 最後在裡頭在討論問題 能夠說得上話的還是那些學法律 還是那些專業 所以所謂的從人民角度看問題 不要偏聽專家的意見 我的想法是要通過科學的研究跟調查 是要去做很多質化量化的調查 才能夠正確地理解問題 今天我們問題非常非常地吊詭 就是說提出來了很多的問題 可是最後人民不買單 說是有人民代表在裡頭 人民還是不買單 因為他談了半天的問題 大家都不懂他們在談什麼 那最終司法改革到底要改革什麼 第三個問題我要說的是很簡單的一個現象 就是在歷次的 我們看到最近幾次的這種司法改革 都有一個現象 就是他們提出來的這些方案 從問題的提出到方案行動的計畫 往往充滿了跳躍 非常地不邏輯 非常地不能理解 因為在一般的公共政策領域 都很少犯這樣的錯誤 不管是在交通部如果去辦一個討論 要不要高鐵這樣討論 大概參與者不會離題太遠 那麼教育界的人是討論他的問題也是一樣 但是為什麼司法改革 我們看到經常會有一些問題意識不清楚 然後問題的答案其實是沒有辦法回應他的問題 我自己後來有一點覺悟 可能的原因就在我們的法律人和社會的溝通上 他有時候試著用一些語言去隱藏他的真正要做的事情 去改變 然後實質上還是就是我剛剛講 攻擊面的一些思考 怎麼去處理他們自己的問題 各位仔細去思考我們的改革循環在哪裡 以這次來講 蔡總統所以要發動這樣一個大規模的改革 原因是人民不信任司法 各種調查顯示人民高度不信任司法 可是接下來你看到很多的這個 這個提案討論問題跟人民不信任的問題 一點關係都沒有 完全無關 那麼因為不信任你就要開會 大家期待的就像你要高鐵 你最後要蓋出高鐵或者不蓋高鐵 你必須針對這些問題要有一個答案 可是不是 以不信任為題開的會最後討論了很多很多舊的問題 很多很多新的問題 但是跟不信任完全無關 最後你怎麼期待人民最後會突然變成很信任 因為這些問題他反正不懂 那麼有人會說他把司法改好了他就信任 不要忘了大部分的人民 根本不是根據他的經驗去對司法不信任 因為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的人 有司法的經驗或者好或者壞 大部分人就是不信任司法 那你做這些改革 你怎麼期待他的信任突然變好 這是一個很邏輯的問題 比如說你有沒有去問 為什麼那麼多沒經過法院的人 他不信任司法 你去改那些制度都跟這些事情無關 我們看到這個輪迴 再比方說突然又要去決定司法院的改制 就是要把我們現在差不多有100位的忠誠法院的法官 這樣減低到21位 最高法院14位 刑庭7位 民庭7位 行政法院7位 然後把這些法院並到司法院裡頭 然後這些法官要由寧選委員會提名總統來任命 然後圈兩倍或三倍 然後總統最後來決定 然後最後又說為了要讓這個審級做這樣的調整 我們要修改訴訟法 請注意到它其實是事件完全可以獨立的事情 你要不要把忠誠法院合併起來 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假如你在法國說我要把 Gonseteta跟Gudekassassion合併起來 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它是一個獨立的事情 那你要把忠誠法院的人減少 這是很大的事情 你法院可以不要病 人也可以減少 人可以減少 不減少 不減少 法院也可以病 這兩個問題是要分開來討論的 可是過去就是把它合在一起討論 然後某種程度在裡頭去牽扯 它的選任方式也是完全獨立的 終審法院的法官到底要怎麼選 是像過去那樣按照他的資歷 然後通過一定的選擇程序 然後司法法院推薦 然後提名 然後人神會同意 或者要把總統拉進來 這件事情跟前面講的 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是一個獨立的問題 最後訴訟法要不要改革 省級制度要不要修正 讓一省二省三省的功能做大幅的改變 跟前面三者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要讓刑事訴訟更合理 第一省要變成一個這個事實省 要去強化它 然後第二省要把它原來的重複審判 所謂副審制的功能減弱 變成某種的虛候審 或者就變成了某種的法律審 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中審法院它是變成了一個 許可上訴它或者有一個選案權或什麼 它是嚴格法律審 這本身有它的合理性 政策討論必要 跟前面的完全無關 現在的政策是提出來的方案把它混在一起 如果原來省級是有必要的 把一些錯誤裁判 一定比例錯裁判給找出來排除掉 現在為了減少人去改訴訟法 去改省級 這是盜國原因 你訴訟權人民的訴訟權的保障 需求面的思考 這才是主題 那你為了訴訟法的改革 人可能會改變 你就不可能確定多少人 當你訴訟法成功地改革的時候 高院可能要調整一些人 中審法院要調整一些人 可能從90個人變成60個人 可能60個人變成50個人 過去都是這樣 我們訴訟法每次改革 人事都會有一些配合 你不可能講 你不可能講 我訴訟法要改 然後以後 最高法院只有14個人 不可能這樣改 這是什麼邏輯提出這樣的案子 然後這裡頭這四個案混在一起 這個改變 是這一次國制會 我認為最值得注意的 可是最少人民感受到這個問題 它的問題非常嚴重 而且完全沒有答案 另外一個是裁判憲法審查 這更假如不是學憲法 大家完全不知道在講什麼 我就跳過去 這個問題同樣很大 它會讓我們到目前為止 如履薄冰 但是發展的還慢慢成熟的大法官 違憲審查制度 可能會受到很重的一個衝擊 再來就是人民參與審判的問題 人民參與審判是真正核心的問題 真正回答到蔡總統說的 要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信任 可是到了這個案子提出來以後 又去談陪審、參審這些制度的選擇 理由又講因為司法民主 才是這個制度的重點 可是當初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一個共同的大前提是要解決人民的信任 人民的信任 跟19世紀托克維爾到美國 寫了一個美國的民主的觀感裡頭 第一次提到歐洲人看到美國的陪審 說美國的陪審是美國民主制度的基石 那是19世紀的美國 他那時候是用陪審 確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民主政治的功能 但今天台灣民主政治不需要用人民參與審判 來做它的推力 台灣的人民參與審判只有一個唯一的目的 建立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真正司法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集合民氣去改 就是信任的問題 而我們的司法完全沒有這樣的信任 我講的系統性的信任 各位也許覺得很抽象 我們在調查 看到美國、德國這些調查 他們的法官就享有系統性的信任 也就是說他們一樣會有白玫瑰運動那一類的案件 隔一段時間就會有烏龍判決出來 在美國經常會有這樣的案子 經常會有這種陪審團出人意料的一些判決 最後造成種族的暴動什麼都有 可是有沒有動搖司法體制?沒有 會不會像我們一樣 軍事審判法一下就沒有了 在我們很多的問題 其實就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小問題 但是會被一直放大、一直放大 但同樣有這些烏龍判決的過程 它沒有 差的就在系統性的信任 系統性的信任可能是在於 他們有幾百年的歷史 一些進入他們的文化 另外一個專業醫療 在台灣是享有系統性的信任 各位都有生病的經驗、看病經驗 成功的、失敗的都有 頭痛、醫不好的那醫生有 開做藥的有 你信不信任醫生?你還是信任他 你還是會去 這就是系統性的信任 可是在台灣 大家大部分人沒進過法院 在報紙上看了一個案子 他第二天就會加重他的 對於司法不信任的確信 我們的司法糟透了 這就是系統性的信任 那我這裡有很多資料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 我們也在做客觀的調查 司法到底有沒有進步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做比較客觀的調查 司法一直在進步 可是我們司法的信任一直在下降 然後我們跟著這下降要去亂改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我認為我們民眾不喜歡司法 因為他們不知道司法在幹什麼 他們想到法官進去一看 怎麼法官跟包今天也不太像 跟那個什麼美國騙也不太一樣 也沒看到他們穿法袍 這個看起來法官也不太問案子 基本上我們是這樣的一個差距 以我現在給各位這個表 就是我在服務司法院的時候 我們長期每年都做的 你可以看到他一點一點往上爬升 我們做了很多的措施 比方說準時開庭 法官不要罵人 如果怎麼樣怎麼樣 做了很多 他會一點一點往上爬 一個案子就掉下來了 任何一個案子 那案子可能批評他的人 在網路上酸他的人 連判決也沒讀過 也根本沒搞清楚 他就罵 然後就掉下來 然後司法就崩盤了 我們現在面對的 就是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蔡總統在 就職典禮上講話 只要講到司法改革 就是如雷的掌聲 那是有代價的 如雷掌聲之後的調查 就再往下掉 掉到前所未有的低度 好像不能再低了 因為比記者還低 這是從來沒有的 然後在蔡總統努力之下 她在國事會議的第一天 就在她講話裡帶了一句說 我們希望以後法官不能再 有錢判身 無錢判死 當總統說出這句話以後 已經不是不信任 而是反感 她的好感度降到這樣 反感度超過了所有這些 包括稅務人員 這個就是我們知道 信任問題是一個很脆弱 很容易操作的 而你改革者為了建立改革的正當性 不自覺地去操作這個議題 它的影響非常大的 最後本來還想談雙頭馬車的問題 比較技術性 而且也蠻複雜的 我就略過了 謝謝各位 教授您好 我是東儒財經法律組的學生 對 然後我也是陸生 那我現在是有兩個問題 就是想問您 其實第一個就是關於您說 這個國事會議 其實在憲法層面上還說 已經有 可以說是有違憲的一個 違憲之語嗎 就是如果說 的確是有這種 就是違反憲法的一個問題的話 是不是有 實際上有一個改變的一個可能 因為大家都說 台灣的憲法是真正的憲法 就是如果說是違憲法的憲法 有一個什麼樣的實際去改變 我們現在這個司法改革 有問題的一個現況 對 然後我是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您是認為是說 現在司法改革應該不要做那麼快 不要走的那麼快 還是主要就是寄希望於司法院 還有我們法律相關 專業人員的一些看法 所以是不是變成如果要進行司法改革 就是要提高 就是法律專業人的一些素質 然後來 就是其實會更傾向於 供給面的一個改革 如果是要提高法律人的專業素質 那可能就是在篩選 律師和司法官的時候有一個 就是比較高的一個標準 那我們現在就知道說 好 謝謝 第一個憲法的問題 我會把它拉到憲法層次 但是我不會輕易做憲法的判斷 因為它從形式上看 它是一個諮詢的情況 它沒有拘束任何人 那它也不做成任何法律命令 那你對於這樣的一個行為 即使在程序法上可以進入審查 要說它已經到違憲程度 我會傾向於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我認為憲法是可貴 就在我們腦子裡 還是對於很多的國家的作為 你去看一看 然後你至少可以說 從憲法上看 它是不好的 是危險的 所以我用扭曲 我沒有用違憲 就是它從憲法精神來看 希望你不要這樣做 它寫的是任務型的諮詢院會議 很多委員說 我們這樣怎麼樣監督 對不起 這個人告訴你是沒有的 所以它沒有犯這麼嚴重的錯誤 可是我講的是整個過程 它等於是一面走一面 把司法院的決策空間越加越小 這個我認為是不符合憲法精神的 憲法是要放開 讓這些機關安安靜地去做決策 然後讓立法院來做同意 第二點剛好相反 就是我整個來講 是認為台灣的攻擊面的改革 已經大體完成了 後頭就是需求面的改革 那我對於這一次的形式上看 是針對需求者的角度來設計的問題 我批評的是它實質上是在做 還是法官檢察官老問題重找 然後有一些新問題 但它沒有好好地掌握 所以從需求者角度來去做改革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現在少的是更誠懇地去瞭解 今天台灣我們真正問題在哪 在我看來最核心的最迫切的 要全力去做的就是建立系統性的信任 而我看到的一個契機 就是人民參與審判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實驗 做了五十幾場的模擬審判 很多法官就是非常無私地 投入配合我們檢察官來做 然後我們有很多很多重要的發現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你說做就做 我知道大陸很多省份 特別是河南也在做這些 但是很多時候政治的表態更多一點 在台灣我們覺得要建立系統性的信任 我們假設我們每年以後 這法律通過 不管是什麼樣的參與制度 一年有五百個案子 我們估計過大概要花 五百個案子大概可以花到幾億 大概六七億 或者一千個案子 也不是多到什麼樣的成本 但是它的影響就很大 假設說是一千個案子 一個案子用照我們的官審制設計七個人 如果用日本市裁判員制度八個人 如果你再用所謂的官模的那種所謂影子 就十六個人 十六個人參與一個案子 一年乘上一千 然後每一個人 他的擴散面至少基於他的家庭 他回家會一五一四的 跟他的家人分享 可能他的鄰居他的同事 這就是所謂的擴散 那對於整個司法的認識 跟認同 我的想法中 將來台灣 每一個人一輩子 至少進去過法院 不是去打官司坐著那 聽他的律師講 也不是去看看 而是坐在法台上跟法官 一起審案子 聽兩兆之子 因為我們那時候設計 就是他是個官審 也就是說他也做決定 可是他做初審 然後法官可以不接受他的決定 但是法官如果不接受 他要再判決交代 為什麼不接受 我到今天還是覺得這是最好的設計 但是這個事情不多談 只要有人民參與審判 只要有我剛剛講的那件事情 就有一天 就有一天 我們不會因為一個案子 然後說司法萬七八糟 不會了 那我們就走到今天 我們所羡慕的西方國家的那種境界 其他你做那些東改西改 都不會有幫助 結果都是一樣 還是罵你 所以當總統說有錢派生無錢 判死的時候 大家更相信是這個樣子 問題就在這裡 那我其實也很關注大陸的司法改革 但今天不是這個主題 我認為大陸現在改的 差不多就是我們在第一階段要改的 就是專業化 現在要談審判獨立 或者談什麼 大概還也做不到 而且倒楣的是人民 如果法官他的裁判的能力還不足的話 獨立就是災難 所以很多東西 供給面的改革 要先做好 那時候你不必去管太多需求面的問題 但是當這些都做得差不多的時候 你要全心全力的去看 真正的問題還是在需求面 在中國人的社會 在文化上 他對司法是陌生的 是排斥的 諸子自家格言說 宋則忠兄 這些東西都在我們的腦子裡 我們腦子裡沒有什麼正義的案例 或者什麼風車 或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一個制度去強化它 我想我的回答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